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突发 以军百架战机空袭黎巴嫩 真主党火箭轰以色列 美军已做好准备 随时支持以军自卫 以色列进入紧急状态 军方最新措施曝光 习策划卷入俄乌战争 中共高层扎堆齐聚莫斯科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8月25号 星期天 视频结尾会介绍阿波罗网副频道的最新内容 获取关键信息 做出智慧选择 我们的新闻 祝您看清真相 规避风险 请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突发 以军百架战机空袭黎巴嫩 真主党火箭轰以色列 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为报复以色列此前击杀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 于25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火箭攻击以色列 并宣称已完成第一阶段行动 以色列方面表示 在真主党发动攻击前 以色列已派出约100架战机进行空袭 摧毁了数千个火箭发射点 据外媒报道 真主党25日上午表示 其武装部队向以色列发射了320枚火箭和大量无人机 目标包括以色列的军营 军事设施和铁穹防空系统等军事目标 在此次行动中 真主党声称成功击中了11个乙军目标 并表示这是对舒库尔遇刺进行报复的第一阶段 以色列国防军25日强调 在得知黎巴嫩准备发射飞弹和火箭的半小时前 以军已先发制人 出动约100架战机空袭 摧毁了真主党的地面威胁 消灭了数千个火箭发射点 对于真主党宣称的火箭和无人机攻势 以军表示 这些攻击是以军空袭后真主党才逐步发动的 根据美国与以色列在过去48小时内获得的情报 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正准备对以色列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 为应对这一威胁 以色列国防军于25日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突袭行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为了应对真主党即将展开的攻击行动 以军派遣战机升空 打击了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目标 消灭了大量地面威胁 哈加里指出 突袭行动是基于美国与以色列情报部门 在过去48小时内获得的信息 哈加里表示 在以色列国防军发动空袭后 真主党向以色列连续发射了约70枚火箭弹 导致以色列北部地区警报大响 根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和以色列时报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已宣布全国进入48小时紧急状态 此外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宣布取消原定的全体内阁会议 并改为当地时间上午7时召开安全内阁会议 以应对这一紧急情况 由于安全形势恶化 以色列机场管理机构宣布 从特拉维夫班古里昂国际机场出发的航班将会延误 数小时内不会有航班起飞 即将降落的航班将被安排转降至该地区的其他机场 美军已做好准备 随时支持以军自卫 以色列在先发制人空袭真主党后 国防部长格朗特与美国防长奥斯汀进行了简报 五角大楼24日晚表示 美军已做好准备 随时支持以色列的防御行动 五角大楼发言人声明称 美国将继续密切监视局势 并已做好支持以色列防御的准备 与此同时 白宫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正密切关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局势 他整晚与国家安全团队沟通 没与双方保持紧密联系 美国将持续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并努力维护地区稳定 此外 以色列外长卡兹致信多国外长 敦促他们支持以色列对抗真主党 伊朗及其代理人 他强调 以色列在发现真主党计划攻击后 出于自卫决定突袭 我们无意全面战争 只是行使自卫权 以色列进入紧急状态 军方最新措施曝光 以色列已宣布48小时紧急状态 并实施集会限制和边境海滩关闭措施 以色列时报报道 以色列防长格朗特25日宣布 国家进入48小时紧急状态 国防军的后方司令部也发布了相关限制措施 特拉维夫及北部地区的户外集会人数不得超过30人 室内集会不得超过300人 此外 靠近黎巴嫩边境的海滩已关闭 尽管如此 若附近有庇护所 民众仍可外出上班和上课 前参谋总长及前战时内阁部长甘茨 呼吁民众遵守后方司令部的指示 并表示此次对真主党的攻击得到了广泛支持 政府和军方获得了充分 广泛且绝对的支持 习策划卷入俄乌战争 中共高层扎堆齐聚莫斯科 中共高层近期接连访问莫斯科 引发外界关注 时评人蔡慎坤24日认为 由于习近平对普京的崇拜 把中国绑在俄罗斯战车上 原本以为俄军的闪电战可以三天拿下基辅 没想到战局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 甚至连莫斯科都面临威胁 中共除了对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物资援助 很有可能卷入这场战争 蔡慎坤观察 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支持 已经转变为中共高层的集体意志 在莫斯科面临保卫战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要让每个常委表明支持普京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免得西方认为只是习近平个人一意孤行 7月21日至23日 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访问俄罗斯 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陀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1次会议 出席第六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 宣读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 最近这几天 中共高层扎堆集聚在莫斯科 这种场景好像国务院搬到了莫斯科 总理李强20日至23日在俄罗斯主持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议 并访问俄罗斯、白俄罗斯 此前的19日至20日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莫斯科出席中俄总理定期会议委员会第28次会议 国务委员慎怡琴19日在莫斯科主持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会议 8月21日 李强与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在莫斯科签署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议联合公报 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及其他15分文件 双方商定了新版额中投资合作规划涵盖86个重大项目 总金额高达18万亿卢布 涉及原材料、天然气化工、农业、汽车制造、家电生产及运输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截至2023年底 中俄两国贸易额突破2400亿美元是10年前的2.7倍 但是双方也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中俄支付问题仍未解决 中国大型银行担心西方国家制裁而不愿深度介入 当前双方更积极地进行易货交易 并依赖于通过俄罗斯银行进行结算 中俄飞机制造合作也存在问题 因为西方制裁冻结了联合生产宽体飞机项目 原计划广泛使用西方零部件 现在西方飞机零部件成为高度敏感的战略物资 在供应方面实行严格控制 即使是中国采购也是困难重重 目前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市场几乎占据主导地位 俄罗斯努力说服中国制造商加大投资 在俄罗斯实现汽车本地化生产 最新副频道内容是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中共疯了全世界为中国人捏了一把冷汗 中南海大旗 中国移民将称霸这一方 澳门特首被生病 进店就问什么手机最好 全红产送母iPhone小粉红怒批 北京市民排队十小时打了很多人的脸 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三到四个视频 请大家同时订阅我们的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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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